周一 被亚马逊关闭服务器的社交媒体Parler宣布重新启动 临时就职的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梅克勒告诉新闻网站Just the News 平台上的2000万用户可以使用已有账号重新登录 新用户一周内应该可以注册平台服务 梅克勒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脱离了大的科技平台 这样我们可以认为未来是安全可靠的 美国每日邮报周一报道 Parler1月被那些想让上千万美国人沉默的人下线时 我们团队走到一起 决定履行我们对高度参与社区的承诺 那就是我们将回来比以往更强大 为Parler提供新服务器的云服供应商SkySook 周一发声明表示该平台不容忍仇恨 可能不同意Parler用户的一些言论 但支持言论自由 声明说SkySook真正相信和支持言论自由 尤其是第一修正案赋予我们的权利 11月3号美国大选后 特别是推特宣布永久关闭川普个人账户后 大量用户因担心审查制度转到Parler 上个月科技巨头以煽动国会暴力事件为由 联合打压Parler 亚马逊也终止其托管服务 之后Parler已违反了反垄断法起诉亚马逊 新唐人记者 田瑞综合报道 新唐人记者 田瑞综合报道